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托托 你知道吗 虽然下雨了不能出门去玩 但是呢 雨可是大自然水循环系统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它对农民伯伯的庄稼们 非常的重要哦 小朋友们 我来考考你们 你们知道 雨是从哪里来的吗 是从太阳中 风中 还是云中来的呢 云中 对了 托托 雨是从云中来的 我们知道了 云是由水蒸汽 预冷凝结成的小水滴 或小冰晶组成的 而雨 就是当云层中的小水滴 和小冰晶越积越多 变成了大水滴后 云承受不住大水滴的重量 就落下来 变成了雨了 而当天气特别冷时 云层中的小冰晶 到地面附近 也不会融化 这时候 我们就把这落下的小冰晶 叫做雪 雪一般在北方的冬天 会非常常见 因为北方天气更冷 而南方及其他较热的地方 就很难看到雪 下雪的时候可好玩了 大家可以在雪季后的时候 穿得暖暖活活地出去 打雪仗 堆雪人 下雪 下雪 拖拖 现在是春天 冬天才下雪呢 不过没关系的 拖拖 雨很快就会停了 雨停之后 大家就可以出去玩了 而且还有机会 看到美丽的彩虹哦 啊 彩虹 小朋友们 我来考考你们 你们知道 我们通常看到的彩虹 有几种颜色吗 是五种 七种 还是十种呢 七种 对了 是七种哦 你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那 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都有哪些颜色吧 耶 红 红 橙 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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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绿 蓝 蓝 蓝 电 电 紫 紫 不知道 彩虹总是在雨后出现 是因为在下雨过后 空气中还残留着许多小水滴 当太阳光照射到半空中的水滴时 光线被折射及反射 就让我们看到了在天空上 就让我们看到了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七彩光谱 由外圈至内圈呈 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七种颜色 哇 你们看哪 雨停了 已经出太阳了 彩虹 彩虹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去看彩虹吧